金哥老爹 今晚毛局长要宴请 华北局的有工将士 你一定要去 到时候 我把你引荐给毛局长 别提他毛仁凤 他算个什么东西 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局长 又是蒋总裁的同乡 这个面子 我们一定得给啊 不然的话人家会以为 我们这些抗日有工的将士 没把人家放在眼里 抗战的时候 他毛仁凤在哪儿呢 不是窝在大后方吗 有能耐到敌战区来试试 我敢说 这位局长大人这八年里 连日本人的毛都没见 上来 不提他了 不提他了 隔墙有耳 这话要是传出去 这些毛局长会不高兴 传是角色的 老子才不尿的 对 不尿的 好了好了 喝酒 喝酒 干杯 好 坐 坦率地说 徐京哥并不喜欢这种 打哈哈的宴席 这些社交场合 常叫他无所适从 但他发自内心地尊重 敬佩黑马 这位有胆有失的老长官 可眼下的情景 又让他有些别扭 他说不出什么道理 可心里却犯出一丝担忧 他希望老长官能像从前那样 率领他冲锋陷阵 而不要被眼前接收大员所带来的好处冲昏了头脑 我说这四姨太也真是 上个月 我还在法联寺门口见他们呢 周一同死了以后 没过多久 小日本投降了 政府上来就要拿他们家当成地产给抄了 周一同是谁 可这四九成谁不知道他是不是 有名的大汉奸 他虽然是死的 但是政府可不控制他的 一定要拿他们家人开刀 这四姨太上法院寺烧香就为这事 求不得保佑他自己平平安安 你都不知道 四姨太见着我 那眼泪说就下来 是啊 酷得那叫一个伤心 他跟我说 老王啊 你说我们家男人都没有了 那东西还得让人当成逆产给抄了 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你别说 四姨太这人平时对我们这些下人还真不错 是啊 嗯 咱心软 如今人落了难了 那怎么不过是 可是老王 你能管那小娘吗什么呀 听着呀 我当时一摸兜 摸出两个钱来 两块啊 哎呦 哎呦 我这是一摇牙一跺脚 他他他他他我全都给下了 四姨太就跟我说 说老王 我求您个事啊 您 帮我悬摸个好人家 咱也不图别的 就图 能平平安安的打了完下半辈子就得了 我当时我就心说了我说 我哪认识什么好人家呢 我认识那帮人 不是拉洋车就是扛大个儿 上哪找去去 我倒想要他呢 人家不跟咱不是 是不是 再说了 他要真跟了 咱也养不起 哎呦 我说老王 你说话怎么这么磨叽啊 你就说最后这小娘们归了谁了 就这模样的娘们 能上去吗 那是那是 是不是 不出一个月 跟了老马了 就刚才 我亲眼得见 跨着老马的胳膊扭搭扭搭 人进童格局了 哎 这小娘们最后归着老马了 咱可不 嘿 还真没瞧出来 这老马 还有这手 这就是你不知道了吧 现如今 是三杨开泰五子登坑 哎 什么什么 哎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是老大告诉我的 我满泥柜 听着 三杨开泰说的是 嗯 捧夕阳爱东阳 要现阳 嗯 这屋子登坑呢 说的是 房子车子票子料子表子 通通全要 哦 我明白了 嗯 感情这四姨态也成逆产了 哎 让老马给接收了 嘿 这事不新鲜 早听说过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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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公文 回见 慢走 大志人 保重 后会有期啊 后会有期啊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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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徐爷也在 这老马呀 真不是一般人 原来徐爷都同那儿掉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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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约这儿等会儿 哎 您慢走 来 这边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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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真好一块儿了啊 好 怎么着 等活儿呢 可不 哎 今儿晚上都邪性了 怎么这么多人都奔六国饭店了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啊 嗨 小日本都打跑了 能有什么大事啊 左部就是宴会呀 舞会什么的 庆祝光复呗 哎呦喂 你小子发财了吧 哪弄来 这么辆新车啊 要说你小子 小银行 我还真不信 就你这松模样 借你撒胆 你也不敢 喂 我说赵儿啥 你小子啊 也别把武大郎不当神像 我要说出来 我真干的是什么 我能把你吓死 又喝 我还真没想出来 文四 你不是叫一臭拉车的吗 认识你十多年了 也没见你长出俩翅膀上 潘高枝还真轮不上你 二茶 我说 听说你弄一美差啊 我听说 顾你拉包月这个人 是一个美国回来的洋学生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这洋学生他回来 他不坐洋汽车 怎么想起做你这破洋车呢 人家呀 小轿车做烦了 换换口呗 你还甭说 就伺候小姐姐四五天 咱可是开了眼了 头一天就这儿 六国饭店 说是参加什么舞会 我跟你说啊 下半身就穿着一小黑裙子 这还不算什么啊 上半身 他光着一板吉令 不是 新门说了 他怎么能就光着个板吉令 进了六国饭店了呢 他这不是有病吗 不是他要不要脸呢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莫莎 后来呢 后来 到了六郭饭店 张小姐姐进去了 哎 我再一瞅啊 可了不得了 这广场上 停满了小轿车了 哦 从汽车里下来那些小娘们 全能打扮 我算是开了眼了 哎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能进六郭饭店的小娘们 个个都跟仙女似的 哎 我灵灵在这儿等了三多小时 人家张小姐才跨这男子从里边出来了 我这儿刚要迎上你 哎 人家俩人黑 从我身边过去了 上了一小汽车 屁股一冒烟 颠了 哎 怎么着 这就颠了 可不是颠了吗 把我晾那儿了 过了一会儿 来了一车制服的跟班 过来问我 你是招着傻吗 是啊 张小姐跟你说了啊 今晚上不用车了 您回去吧 我 哦 对了 张小姐啊 让我给您带一瓶可口可乐 我这儿忙着接过来 哎 兄弟 我跟您打听点事 这张小姐穿的衣服 叫什么衣服啊 人家跟班的跟我说了 这你都不知道啊 那叫晚礼服 哦 我算是知道了 那是晚上穿的衣服 就跟那大侠呀 穿那夜行衣一样 只能晚上穿 您要是白天穿呀 那是有病 您要是夜里穿啊 那叫有派 嗯 哎 二嫂 那可可乐我可见过 那色 看着就像酸梅汤 你别跟我提那个啊 没想啊 我在那儿溜溜等了三个多小时 我渴呀 我你可就往嘴里灌 呸 我这给 我喷了 那 那是什么东西跟中药汤似的 甜不甜苦不苦的 还有苦的怪味 哎 感情洋人都喝那玩意儿 嗯 没准啊 人张小姐拿错了 是吧 把六锅饭蛋的耗子药 赏给你了 我呸 耗子药 咱是没尝过 可这可口可乐 比那耗子药 也强往往去 我这现在想起来 我这儿还想吐呢我这儿 早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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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好 请 走 大姨 大姨父 哦 孟云 孟云啊 怎么了 当了大记者 也不来家串门了 你爸妈怎么样 挺好的 哎 我爸啊 还经常念叨你们呢 说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哎 应该走走亲情了 谢谢 只是 我爸近来身体是好是坏的 我妈还挺担心的 应该让你爸去看一下西医 像你爸那种心脏病啊 就应该去看杨医生 哎 对了 改天啊 我带你爸去协和医院 找尼克大夫给检查一下 人家尼克大夫 可是协和医院最有名的 心脏病专家呢 嗯 这回啊 我一定逼着他老人家去 我爸就烦去医院了 孟云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也该找个婆家了吧 又男朋友了吗 要不然啊 让你姨父 在他部下里给你挑一个 他那儿啊 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军官 可是不少啊 姨妈 你啊 多余 人家孟云喜欢那是读书人 哪看得上秋白 对不对 孟云 不着急 这个还得看缘分嘛 你倒是不急 你妈可要急死了 我那小妹啊 经常在电话里跟我唠叨这事 孟云啊 嗯 你们薰女性 也不是不要婚姻的吧 姨妈 我可不是什么新女性 我妈也是瞎操心 哎 要我说了 自从这光醋以后 什么新鲜玩意都出来了 哥里给我问你们 不用陌生的钢笔你们见过吗 没有 你见过 没见过吧 我见过 哎 就这大华公司的老板 叫 哎 帮他叫什么吧 他们家大少爷李宇国 跟我们家街坊二小的同学 他送给二小一根钢笔 哎呦为笨邪小 哎 不用墨水上来就写 叫 原子笔 美国货 哦 还有更新鲜的呢 人家美国人 把这鸡蛋 牛奶 晒成干 磨成粉 叫什么知道吗 叫鸡蛋粉 牛奶粉 吃的时候啊 拿一碗 把这东西往里一倒 开水一浇 就跟咱七茶一样 你说他们新鲜不新鲜 嘿 新鲜 一点都不新鲜 那是您没见过 那是您不懂 甭说那鸡蛋粉 牛奶粉 还有羊面 美副油 骆驼盆烟卷 美国那军装军坦 都臭届了 拜国货全顶了 现如今 门儿买国货了 人家那东西就是好 又便宜又好看 哎 谁还买国货呀 哎 哥几个 知道这些洋玩意儿 打哪儿来吗 打哪儿来的 这叫租借法案的 剩余物资 孟云南 我很希望看你们 大公报的文章 那个王云生先生说得好 中国怎样走向民主 取决于 一二大党和一二领袖 作为总编辑啊 王先生经常发表社评 不偏不倚 理性真贬实弊 所以他的文章 受到普遍的欢迎 在国共双方呢 也都颇有人缘 不过姻父 这些啊 都是文人默克的想法 他们没有决定权 现实社会 还是由政客们掌舵 中国走向何方 都是我们大家 身为关切的事情 不过 不管怎么样 全体中国人民的厌战情绪 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都渴望和平 不希望再有战争了 是啊 八年惨烈的战争 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灭定制裁 现在是百废待局 如果内战再起 那对国人更是雪上加霜 这对国共两党都没有好处 好了 刚打完小日本 你们又开始幽国幽民起来了 听我的 今天啊 咱们莫谈国事 待会儿啊 还有京城明觉 杨毅诚老先生的折子戏 这个老先生也是挺不容易的呀 听说他女儿啊 也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这场该死的战争了 各位来宾 请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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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北平市市长 何思源先生讲话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同胞们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北平城光复 庆祝抗战八年来 我们浴血奋战所取得的最后胜利 同胞们 同胞们 为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干杯 大家跳起来吧 为我们的胜利喝彩吧 人呐 只有想不了的福 没有受不了的罪 要我说啊 这老马算是熬出头来了 嗯 在小鬼子眼皮子底下 拉了好几年的车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是不是 老马苦哈哈的回了重修 江委员长一瞅不老人了 得 给你美差吧 你到北平去当接收大员去的了 嗯 当接收大员有油水 要钱有钱 要好娘们有娘们 是不是 那是 接收大员是干吗的 那是专门接收 低产逆产的 哎 稍在手 把那汉奸们的娘们 也接收到自己白窝里来了 哎呀 我说哥几个啊 这当接收大员啊 他得有路子啊 比方说 这江委员长的表哥的 二姐夫的侄子 这拐多少道弯没关系 资要抱上江委员长那大腿 准能发 江委员长说了 哥几个啊 到北平当接收大员去吧 怎么接收 你们哥几个自己商量 哎 这就好比皇上下了一道圣旨啊 这位爷到了北平一看 怎么这么多接收大员啊 感情这老蒋要照顾的 他不值我一人啊 北平就这么大 这低产逆产他也有个数 你要多分点 我就得少分点 不成 这哥几个得商量 这位爷说了 得嘞 咱来个分片包园吧 这融线胡同到西字牌楼 这片归我了 那位爷说了 这西字头条到新街口 归我 就这么着 这几位爷就把西城给分了 这架不住接收大员多啊 这哥几个分西城 那哥几个分南城 三下五川 北平城就全给包园儿了 别请我瞎待会 可我还是不明白 他这个 这敌产好分 是不是 是日本人的东西 都叫敌产 可这汉奸 什么人才算汉奸呀 陆中庸 周一同 就甭提了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有的人 他就不好分了 比方说 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 他算不算呀 那当然算呀 我哥家的街坊 牛家贵 在日本洋行里做事 这小子 平时见街坊们 脑洋着个脖子 那眼睛都快长脑门上去了 我都不明白了 你中国人 好好的中国话你不说 你张嘴就日本话 吃饭不说吃饭 叫 迷西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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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送礼 叫新教新教 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 你说这是 啊 整个以驶个浪钻马槽 假冲打料斗 哼 要我说 这王八蛋要不算汉奸 那北平就没有汉奸了 这美国人开车还真敢着火 八蛋是美国陆战医师的 你卖脸看啊 快 出事了 你怎么办啊 快点来人 快来人 快来人 快走 快走 轻点 轻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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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好嘞 走 走 走 你怎么回事啊 众位长 仲乔先生 警官先生 我是美国陆战医师的汤姆中尉 对这起交通事故表示遗憾 中尉 对此 你怎么解释 我一直在鸣笛 目的就是警告新人早点躲开 可是很遗憾 那位车夫却突然拐到了陆中央 我甚至怀疑这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 警官先生 你们中国难道没有交通房吗 为什么新人和人离车都走到陆中央 请你告诉我 汽车应该在哪里行驶 总不会是人行道吧 我看到你开车了 时速足有六十公里 在这么小小的路上高速行驶 你没有想过会出人命吗 中尉先生 这条路是一条混行道 也就是说行人和汽车都可以在这条路上行驶 但是开车的人 必须要使路面的情况缓速慢行 懂吗 既然这样 你们警察部门为什么不在路口 税力汽车先速标志呢 按冠理这样的交通事故怎么处理啊 通常呢 是由肇事者负责上者的医疗费用 赔偿经济损失 如果车祸造成人员死亡 则把这案子送到法院 由法院提起公诉 不过这次的肇事者是美国人 该如何处理还带听上方的指示 中国有中国的法律 对事不对人 美国盟军在中国犯了法 也要受到惩罚 你这是什么警察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钟晓先生 说实话 我个人无权处理这个案子 如果硬查上一手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 连自己的饭碗也给砸了 这上面早就交代过 凡是涉及到外国盟友的案子 必须上交由长官处理 警察先生 请记下我的车牌号 由你们长官和陆湛一使 驻北平总部交室 我会耐心听候处理决定 对不起 我还有任务 我现在可以走吗 我明白了 等到中国警察找到你们的总部 你的上司 会把案件推给 美国驻北平的领事馆 由你们的领事进行裁决 总之中国政府 无权处置美籍肇事长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领事裁判权 是吧 总相 这好像不是你只劝方位内的事 请你让开 我要走了 我是中国人 你在中国的地板上撞了中国人 我是有权力管 你现在哪也去不了 要让中国的法律系警察局做笔录 下 美国人运过去了 出手都快的 哥里哥 你们听说了 陆中庸 让政府给毙了 罗教授说了 陆中庸的罪过主要是 诅咒为虐 以告密的方式 帮助日本人屠杀和迫害自己的通报 间接造成五个中国人的死亡 不是说已经给毙了吧 我听一刻是说 报上口条给登了 说陆中庸在北平第一监狱 给 枪毙了 是是是 我也听说了 是吧 本来我打算哪 枪毙他的时候 我得去搂眼 是吧 这热闹 那可不是天天有啊 二茶 是不是我跟你说过吧 是吧 自要装陆中庸的车 跟咱眼前一过 我就得用棒子 敲敲他的脑袋 我得说他孙子 还认识不认识你闻爷啊 没成想这么快就给毙了 没劲 哥几个 要我说 咱同合车行孙儿爷 就算汉奸 这老东西 弄几只破蛆蛆 和日本人那儿腻腻歪歪 大家伙可全都看见了 他想赖也赖不掉啊 叫我说呀 什么叫汉奸啊 只要在鬼子那儿卖自个人的 兜唐他娘的叫汉奸 闻三儿 你把话说明白点 你这是说谁呢 嘿 怎么着啊 我见过有捡孩子的 有捡银子的 没见过有捡骂的 当年 在前面楼子底下 有的人哪 刚挨了日本县兵俩大嘴巴 连个勒都没打 一口就把我文爷端出来了 嘿 这不是汉奸是什么呀 文三儿 你他妈少来这一套 咱又不是没见过 有些人 他们一见鬼子就尿裤子 隔着丈把远都能闻到一股骚味 不是 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 你这会儿充他们 什么大一步狼啊 大裤衩子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知道你文爷是谁吗 文爷 文爷是谁啊 文爷你不就是 一丑拉车的吗 来 哥几个 惊到你们了啊 实在是对不住 刚才他大裤衩子 不是问我是谁吗 那我今儿就得告诉告诉他 大裤衩子 我说出来我我吓死你 你知道 警察署长沈万山是怎么死的吗 那都是我和兄弟把他给做了 日本人全养平斋 怎么挨着内枪啊 知道吗 那就是我文爷干的 以前呢 文爷我功夫在身 没功夫搭理你 现在行了 咱他们新账老账一块算算吧 警官 人我是打了 你可以向你的上司如实汇报 你该怎么办吧 怎么办 打就打了呗 你要不揍他 我也得揍他 这小子压根就没把咱中国人放在眼里面 撞了人还趾高气昂的 我看他是欠揍 警官 警官 我说你不是那种人吗 哪种人 见了老百姓就瞪眼 见了外国人就摇尾巴 你们北平警察里这种人可不少啊 我说 没你怎么骂人的啊 是政府 让我们警察这么干的 你干吗只骂我们警察呀 政府要是错了 我也照骂过 你们保密局的人牛 谁敢招惹你们 我们当着破警察可就不行了 没着底气了 得罪了上司 可就把饭碗砸了 我们长官马明远还真举荐过你 想把你调到我们北平站来 他说上司是你救的我们 得了 京哥兄 你就饶了我吧 我警察干得挺好的 再说 你们那个部门的名声不大好 幸亏这话是你说的 要是换成别人的话 我还真以为他是共产党呢 你看 你看 说着说着就来了 动不动就把人说成共产党 说你们保密局 怎么都这么好变啊 咱们妙小 请不动你这顿大佛 咱们还是朋友 我真得感谢你 要不是你出手相救的话 我徐晶歌 活不到抗战胜利 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只要你不老把我当成共产党 那就是感谢我了 你肯定不是共产党 对我有把握 如果我没 Muhenn 对我有要能够 你肯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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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肯定有了 你肯定有了 你肯定有了 一个肯定有的肯定有了 把我的姓名 职务 机关单位记下来 你别怕 有什么事我担着 现在就把这人给我带警察局去 明白 忠孝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私自放跑她的话 我可不饶你 我不敢 忠孝 起来啦 文三 你真是 那叫什么 地下工作者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牌子硬啊 文三 我还真没扯出来 就是你 排地下工作者呢 要吹牛呢吧 吹牛 谁敢拿这事吹牛啊 那天一大早上起来 我这俩眼瞧得睁睁的 一个穿关音的军业 一进门就喊文三 你得瞧瞧这车 这要不是政府的人 这能说买就买 两百块大羊呢 咋 就凭一个臭拉车呢 一辈子 也咋不出这辆车来啊 哎 文三 行行行行 哎呀 算了跟文爷说两句 文三 不不不文爷 兄弟我以前永远不知泰山 得罪过那人 您大事大量 甭跟我一般见识 我这就跟你赔服事 吹牛大呀 大褲子 你跟谁称兄论弟啊 我实话告诉你 你让我给你大褲子当爷 我都先摘面 咱丢不起那人 文爷文爷 你消消气啊 兄弟们 以前不知道您的身份 得嘞 今儿个啊 您也是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老呢 也这都错了 您就饶了他得了 行 我给哥几个一个面子 先把那来事这个事搁下 我说大褲子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往后 你把尾巴给我夹住了 不然的话 我把你送橘子里去 先治你个汉奸罪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文爷 他们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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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多想跟你们共享今天的胜利 你们的血没有白流 中华民族 因为你们的心声 而没有王国灭主 你们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就凭我 皇母 你们听见了我的呼唤吗 请进 陈旭 你 你这是 岳父大人 这是政府办给邱培的加奖 请您收下 请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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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这是国民政府 颁发的一等宝典勋章 象征荣获此章城 为国有功 国家珍视如帝 荣誉之光 找到千秋万代 女儿就这么走了 爸爸想你啊 爸 爸您千万要挺住啊 求平他是英雄 北京的老百姓 以后人都忘不了他 再 stalk一 听话 林兄啊 今儿这事 咱就算说 propre了 往后北平地面上有什么事 您尽管 咱平堂 好说好说 谁不知道这北平 是咱彪兄的地方 再说了 以后有什么事 还得反劳老兄多多关照 您太客气了 林兄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伙 您是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 堂堂政府派来的钦差特使 牌子硬 抵气壮 我这小老百姓 还指着您给撑腰呢 好好好 今天就此别过 后会有期 慢走啊 慢走 各位人兄 小弟在这儿跟大伙告辞了啊 好 往后的日子 咱们还尝着呢 回见 好好好 以后北平这儿有什么用得着肖某的地方 肖某自当孝犬马之牢 告辞 好嘞好嘞 您慢走慢走 慢走 彪爷 花猫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过得还好吧 您还记着我呢 大哥 这八年太难熬了 兄弟 我还住老地了 往后有什么事在家里说去 你看我这儿还有点急事 得先走一步 好